夏天到了每天都只想要待在冷气房里头 但注意了家里的冷气一开好几个小时 到了月底电费恐怕吓死你 不过不用太担心 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 为收入合格的用户推出两种省钱方案 一块来看看 炎炎夏日在每天温度都几乎破百的环境下 冷气机是许多家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一开就是数个小时的冷气 虽然好凉快 然而到了月底 您可能会发现电费账单贵得好吓人 但是您不用担心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为符合条件的客户 推出了两种省钱方案 第一种是加州能源优惠计划 简称Care Program 只要您是收入合格的用户 SCE都可以提供您每个月账单30%的折扣 SCE提供的另外一种省钱方案 叫做家庭电费辅助计划 简称FERA Program 这个方案对家里有三人或是以上的合格家庭 提供每个月电费账单12%的折扣 Care和FERA Program都可以帮助合格用户 缓解金钱支出上的压力 目前估计有120万SCE用户 已经加入了这两项计划 而且根据近期最新的收入指南 也意味着更多的SCE用户 都有可能是计划的合格家庭 想进一步了解Care和FERA Program 以及最新的收入指南消息 可以上网站或是拨打电话询问详情 今年夏天 SCE还建议用户积极采取节能措施 观众朋友可以参考以下几点 在炎热的夏天 尽量在下午2点到6点减少用电量 把恒温器设定在低于华氏78度 炎热的时段 关闭窗帘以及百叶窗 防止阳光直射 在早上或是晚上的时段 使用洗衣机和烘干机等家用电器 想了解更多节约能源和降低电费的方式 可以上网站了解详情 中天明到整理报导